大家好 我是雨萱 幻塔终极测试就要来了 我本以为上次7月份的就是终极测试了 没想到还有 这游戏我之前就体验过两次 来吐槽一下这个游戏的硬伤 第一硬伤的就是游戏的剧情比较拉拐 代入感不足 之前两次测试剧情都是啪一下来到了爱达身影 一个场景的转换我就被女主给救了 哥哥对不起我不会再闯祸了 然后还没搞清楚状况的女主呢 又美女就英雄一变沉睡了 自得小心 胜利 然后呢我就死皮赖脸的要蹭上去 人家都说哎你不要管 我非得做个圣母 我觉得剧情非常的怎么说呢没有代入感 第二个硬伤呢就是不加限制的抽卡 会一开始呢就让平民和土豪玩家的差距辣得过大 这游戏是没有职业之分的是抽武器通过武器的切换的来战斗 所以武器的好坏品质呢就至关重要了 上一次测试呢已经开放了充值 抽武器完全没有限制 就会让平民玩家的落差很大 毕竟这游戏呢是NNO 不像原神那种单机游戏 我不充值呢就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第三个硬伤呢还是太干了 有NNO的日常的玩法 还有开放世界的探索收集 前期刚上手的时候呢会觉得东西太多了 看不到头的感觉 建议内容呢要逐步的开放 不要一股脑的全给你上了 不过呢每一次测试呢内容其实变化都还挺大的 看起来完美呢还是想把这个游戏作为一款代表性的作品 希望这一次终极测试有所感谢 那么你对换台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可以在下方一起探讨一下 请不吝点赞订阅